他現在做的標題是不一樣的工程師 我們一起歡迎益展 所以我們拿手機 因為有點羞愧 因為前幾位的PPE都做得超好 然後因為我是工程師 因為什麼美感 你知道嗎 就上來的時候有點虛心的感覺 所以大家等一下看到 如果有一些什麼不好的 怎麼調色配色什麼啊 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因為我是工程師 好 大家好我是益展 然後我畢業於台北科技大學奠基所 然後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不一樣的工程師 然後我有Outline 因為我把它當作一個PREZEN 在做 對 第一個再講我們印象中的工程師 欸再上一個 然後第二個 就是新媒體學校的志工服務 然後第三個就是工程師跟科技教育 好下一個 首先我們想到工程師我們會想到什麼 可能他就是一個宅男嘛對不對 然後可能他賺很多錢 然後可能他的電腦就是他的老婆這樣子 我們看這張圖 印象中的工程師 朋友眼中的工程師 就是我們就是工具人 對 就是大家有問題都跑來問他 對 然後在老媽的眼中 我們就是一直在演動這樣子 然後在大多數眼中 我們可能是假模式 就是我們會寫APP啊 會寫什麼東西 會做手機之類的 然後在老闆的眼中 就是我們要老闆的錢 老闆要我們的肝 在我們的自己認為 我們可能是 我們工程師有工程師自己的思維 就很像一個藝術者一樣 就是出於你而不然 所以我們可能我們的想像 可能就比較跳脫 或是這樣子 那實際上我們每天都要救火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在debug 我們沒有時間想任何的事情 OK好下一個 所以在這邊呢 大家想到工程師可能就覺得說 他的社交能力可能不太好 他的表達能力可能不太好 因為他每天都在電腦上面coding 沒有時間跟人家相處 你可能也覺得說 他的領域除了工程師圈之外 好像就沒有其他的社交方面了 所以我讀電機器出來 就一定要做電機器相關的工作嗎 這是很多人在大學的時候 可能才在想的東西 很多人都說我今天大學或研究所 讀這個科系我可能出來 我們就是用這個科系去賺錢 但這個想法好像對又好像不對 在場的人有沒有 這樣講好了 大家在大學的時候 你讀的科系 你之後有想要做這樣方面的科系嗎 有沒有人想要做 沒有人 沒有人 都沒有人 就只有我而已 OK 好 在數據上統計說 有53%的人 就是他大學畢業或研究所畢業之後 他沒有走相同科系的部分 所以這其實 我們當中其實只有兩個人 只有一個人 他其實跟他大學讀的相同科是不一樣 對 OK 所以呢 我們要看一下本科系的優勢與劣勢 剛剛我們李校長有講 本科系的優勢就是說 大家找進這個圈裡面 你可以比大家早起步 但是劣勢呢 就是你在這個圈裡面 你有一樣的思維 你不會說 我今天可能用藝術人的想法去看工程師的扣 或是我用一個 可能運動人的想法去看工程師的扣 所以 難道工程師就只會寫程式嗎 還是 你只能用你大學的東西去賺錢呢 我們在這邊先打一個大文號 OK 下一頁 我本身在內科當工程師 那我也是新美理學校的 程式教育的講師 那在去年 新美理學校有跟許多單位合作 有圖書館 有各大的國中小 有 呃 林裡這樣 那這個是 在新北市立圖書館 然後我們是在做 PA25傳感器 我們類似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程式 然後讓大家做 因為 小孩子他比較沒有專注力 所以我們就用 硬體跟軟體相結合 讓他們可以 在寫軟體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硬體有一些呈現 OK 下一張 再下一張 那我們進去到 國小的裡面去教小學生 因為 十二年國教要把那個 科技教育放進去必修的裡面 所以接下來呢 國中 國小 高中呢 他有一個必修的課程 在明年1080年度的時候 就是科技教育 所以 每一個國小生 他們 每一個國小 或每一個國中 他們都在做一個 教材的銜接 那我們也透過這個機會呢 我們可以進去到國小的裡面 去做科技教育的一個 一個 講說這樣 那下一頁 那我們也進去到三明高中 做教師的演習會 他們這幾個都是 就是資訊類的老師 他們也就是 讓我們能夠幫助他們這樣子 下一頁 然後我們繼續到鄰里的裡面 為什麼要繼續到鄰里的裡面 大家說 可能最需要的是在 小學啊 或是高中 這種教育的體系 但是社區裡面其實 有很多的需要 你也可以讓你的小孩 在還沒有上學的時候 就接觸到城市 你也可以到你們的老人 你們家的老人 他可能閒閒的沒事做 你也可以來 學這個城市 在那個 信義律中學 信義律中學 裡面我們有開四周的課程 然後就有 這個白色的後髮的老伯伯 他就在四周的裡面 自己坐一個自走車出來 還蠻厲害的 對 所以其實 城市教育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難入門 這個東西其實從 六歲到 可能八十歲 大家都可以繼續學習這樣 OK 下一個 OK 那我自己呢 在資金教育裡面呢 學到學校以及職場沒有教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身為一個宅男工程師 我不是宅男 對 可以成為在學校裡面教老師 教學生 哇 這個 我從來沒有想過 而且透過這些講座呢 我可以學習怎麼樣用最精簡的方式 去讓別人學習到最好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東西都是我在學校或在職場裡面 沒有學到的事情 而且這個東西也幫助我 之後在我的project 的present裡面 可以更好的一個去呈現我的 我所要表達的想法這樣子 OK 工程師科技教育 我怎麼樣去接觸到這個科技教育呢 這個是那個 教育部的一個公文 就是說 他在科技教育跟生活科技裡面 在1080年度 他要把它列為必修 所以在兩年前 我聽到教育部要把12年國家裡面 資訊與生活科技 列為 國高中小的必修教材 代表你說 小學開始就要開始學城市語言 這個東西是從美國那邊引進的 就是美國那邊那時候流行one hour code 就是每天要code in一個小時這樣子 那台灣學習效法 那聽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第一個方面是覺得說 哇 很高興 因為台灣現在有救了 為什麼呢 因為傳統式的田牙式教育 就像剛剛劉璇有講 他的暴力展開 我要9乘9 我要1加9 9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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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式的教育 其實限制了我們自己的一個想法 我們就只能用一個 好像是在考試裡面 你不會你就背起來 但這個方法其實是錯誤的 但在城市的裡面呢 你可以用很多條路去做很多的一個變化 但是你可以都得到相同的結果 在這當中呢 我們可以幫助小學生 高中生 大學生 可以激發他們的創意 就是要好像說 為什麼現在政府在鼓勵創業 但沒有人敢創業 因為大家的思維都思維在 我就找一個好的投入 我就找了一個好的老闆 然後我就坐在這個公司底下 我就不用去做什麼 我就有滾丁的薪水進來 對 那其中有一個 另一方面呢 我下一頁 科技教育的雙面認 就是我剛剛講了好的部分 現在講不好的部分 就是看現在的國中小的資訊的教材 還有國中小的老師 他們其實很恐慌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知道科技教育到底要怎麼教 所以我們剛好透過這個資訊教育的整套的教材呢 進到學校的裡面去幫助學校跟老師 我們下一頁 所以這個是剛剛李教掌有講的 就是新美麗學校科技教育的課程 我們有新世代新創客 Scratch 遊戲設計 APP行動 WebDuno 還有熱道機器人 VR的創作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多元化 你可以從一開始的入門 就是你的認知 然後Scratch 是遊戲的動畫 然後APP 就是你的手機 然後WebDuno 就是軟體跟硬體的結合 然後熱道機器人 就是有直接的一個看見 你可以組裝 VR就是現在最夯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裡面 我們一方面走進社區跟學校去幫助學生及老師 那一方面呢 我們在新美麗學校的裡面 我們培養更多的師資 因為現在大學生出來 你可能問他說 你知道幹嘛 他說我不知道 對 所以就幫助更多的大學生或是高 呃 研究生呢 他們在未來的時候 找到更多的另一季資產 這樣 對 所以不要限制自己的思想 不要局限自己的格局 因為我成為一個不一樣的工程師 其實期待你也可以成為一個不一樣的 BRABRABRA 謝謝大家 謝謝 也謝謝一場的分享 他這一組